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工人阶级的力量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这道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中国广泛传播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期 陈露秀以新青年杂志为真谛 和李大钊一起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写文章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 以及俄国十月革命 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 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 在中国首唱马克思主义 并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 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 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被李大钊营救出于了陈独秀 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决定去上海发展共产事业 1920年10月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大钊办公室内 北京共产党组织 共产党小组成立 而在八月的时候 陈独秀也在上海建议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 国内外已经有了八个党的早期组织 有五十余名党员 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就成为必然要求 但是成立中国共产党有两个障碍 躺在共产党员面前 第一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 但实际操作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早期中共党员 没有任何经验 第二 资金缺口 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活动力量 资金来源不少都是党员自己 掏腰包和出版社的稿费 而这两个问题将在列宁建立的第三国际的帮助下解决 马林 荷兰共产主义者 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20年 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 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 当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 在会上 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影响 决定派遣起义前往中国 降落中国的共产党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1921年6月3日 马林乘坐阿奎利艳号克伦抵达上海 而此时的李汉俊 陈杜秀等人正准备召开中共一大 成立中国共产党 马林找到李汉俊等人 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 要求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 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支持 而李汉俊则会决认马林的这一要求 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 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 可以接受他的理论指导 并采取一致的行动 至于经费方面 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 我们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今天来发展工作 共产国际派来的中国代表 绝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陈独秀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 关于党怎么搞法 陈独秀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 一面搞革命 革命要靠我们的力量尽力而为 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 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 不能受制于人 可以看出 早期中共创始人 对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有非常正确和清晰的认识 对共产国际的担忧 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事实也是证明的 共产国际在资金支持上 对中共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如何领导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坐上 共产国际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 1921年8月下旬的一天 正在家中的陈独秀 同当时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 一刀被法国寻补房抓去 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 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失 马林花了很多钱 费了很多力 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 这一次 马林和陈独秀 和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 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 迎来了转折点 1922年7月 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成为国际共产党治中国支部 而成为共产党国际支部的中共 也开始了自己的治安时刻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党在二大会议上 通过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 1922年的西湖会议上 又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 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开始 与会委员多数不赞成马林的建议 认为共产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员加入进去 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威胁 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 经过充分讨论 会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 共产党的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 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下半年 马林回国 共产国际派了魏金斯基等人 先后来到中国 这些国际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特派员 直接干预了我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 顾问国民党的一切事务 比如共产国际代表 就直接起草了国民党的改左宣言和党纲党章 但不可否认的是 国共的合作 壮大了我党的实力 大批优秀人才涌入我党 大批苏联军械 运到广东 等到列宁去世之后 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 缺乏灵活性和敏感力 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面目认识不清 在时间上对我党组织上的干预 工作上的包揽 以及指导上的错误越来越多 1924年 中俗两国政府商谈建交 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上 中共方面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 在蒋介石发动中山剑事件 诬蔑共产党员武装叛变 抹黑共产国际 企图把我党成员从武装力量中剔除 此时的共产国际仍把蒋介石当作中派 并做出了错误的退让决定 换了共产国际代表 武汉林还在真理包上 公开批评退出共产党的主张 在故事最后 共产国际同意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活动 共产国际同意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 支持蒋介石北伐 并给予了蒋介石军事援助 蒋介石面目暴露之后 共产国际又将希望寄退于武汉政府和汪精卫政府 中共五大还请了汪精卫列席发言 而在这之前 汪精卫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浪解书 1929年张学龙发动事变 试图武力收回中东利路权 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 1931年 共产国际中国联络站的负责人 宁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 带共产国际积极组织引救灵兰夫妇 决定派出李德等人 携带2万美元到上海 用于上下打点 而李德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刚好遇到了同学伯谷 就这样 宋肯元李德留在了中国 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伯谷 对军事武装斗争一窍不通 在李德留在中国后 与李德一起就中国革命 军事斗争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伯谷对这位军事学院毕业的高台诚的军事才能非常赏识 于是决定任命李德为中共军事顾问 事情就像我们了解的那样 在伯谷李德等人的指挥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共被迫转移 就像毛主席说的 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也不了解中国共农红军的情况 不做调查研究 听不得不同意见 生搬引涛在苏联有效 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 李德和伯谷等人在军事上的 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 是我们吃尖的苦头付出了惨烈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 红军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与会大多数人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 解除了李德和伯谷等人的最高领导职务 由此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拾回中国革命的局面结束了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班子形成了 中国革命领导路线 也从吃饺子走向了成熟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解决自己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2015年走向成熟 从此 中国革命就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 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